XGPG带齐的生成是AI浪潮,而下一步,由物理AI驱动的机器人所引领。 推达董事长黄仁勋预估,100年后,人型机器人将无所不在,而未来2-3年,人型机器人的技术将有明显突破。 机器人的时代已经到来了,这就是AI的下一步浪潮。 早在200多年前,早已有机器人的雏形出现,而从各式科幻小说、电影,机器人一直承载着人类对科技进步的想象,也承载了无数人的希望与失落。 科技新报,带你坐时光机回望人型机器人的重大发展。 18世纪瑞士钟表将Pierre Jacquet-Droz和他的儿子利用机械原理制作出,作家、作曲家、画家、三个自动人偶,分别可以自己写字、画画与弹琴且仅靠发条作为动力,被视为最古老的机器人。 到了19世纪,1927年美国西乌公司创造了可以用不同声音指令操纵特定开关的电路板,为了吸睛,当时的负责人Ron Wensley为这块电路板加了简单的头、四肢以及五官, 于是机器人Telebox诞生了,而且成功引发了大众的关注。 西乌公司以及Ron Wensley也持续在为机器人做进化,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上,可依操纵者指令走路,实际是利用五台轨道以轮子移动、抽烟, 有700个词汇量会简易对话的Delectro亮相,可说是更具实质意义的人型机器人。 就像婴儿从学走路开始成长一样,而后的期间,人型机器人从学走路摇摇晃晃地努力走向未来。 1986年日本Honda推出只有双脚的第一步人型机器人E0,只能沿着直线行走, 以不需要6秒钟,从1011再到具备人类雏形的P1P3一路成长。 一直到2020年,可以行走,踢球的ASIMO诞生了。 2011年的ASIMO已经能及时辨识多人口头下达的语音指令。 倒茶,以手语,足以担任室内导览任务,ASIMO衍然成了当时日本人型机器人的代名词。 即便是软淫的Pepper到了2014年才真正地在世人面前出现。 同一年,Pepper还未发表前,老前辈的ASIMO已经接待了当时的美国总统欧巴马。 然而,本田在2018年7月宣布终止人型机器人ASIMO的开发。 2022年3月ASIMO宣告正式退役,22年的生涯真正划下了句点。 如果说日本近代人型机器人发展史是ASIMO的成长史,在美国,则可以说是ATLAS的奋斗史。 几乎和ASIMO一样,ATLAS从1983年开始在麻省理工实验室学走路开始,1992年带着ATLAS持续前进。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,ATLAS原型机器人于2013年正式亮相。 虽然研发过程中充满挑战,波士顿动力始终不断改进ATLAS。 如今,ATLAS不仅能行走、跑跳、翻转,还能轻松避开崎岖地形,即便摔倒也能自主爬起。 走到了2024年ATLAS已经可以跑酷、跳舞、模拟建筑工地工人搬砖。 然而,同年4月,波士顿动力宣告传统移压技术驱动的ATLAS退役,并在隔天推出新一代电力驱动的ATLAS。 新的ATLAS更为逆天了,和9款移压动力相比,纯电板更强壮,更灵活也更快速。 ATLAS从地上起身时,并不需向人类屈膝,只要手撑的,直接小腿向后转90度就能起身。 看来关节能360度自由转动,并且正在给予开发多用途的抓握器,让ATLAS能处理更多工作。 然而,波士顿动力希望做到的是超越人类工作,让效率最大化。 本田与波士顿动力手把手带着ASIMO与ATLAS可以跑可以跳了,然而,他们的商业化之路却几步维艰。 如同本田人形机器人ASIMO推移希望将技术转移到实际商用,波士顿动力从创立迄今,不是被卖,就是在被卖的路上, 从1992年创立,历经Google,Softbank,现代汽车多次一组,直到近几年波士顿动力才真正走向商用, 而第一个拿到工作上工的还不是机器人ATLAS,而是机器GoSpot,可用来巡视厂房,极端环境探勘。 Honda与波士顿动力前面走得艰难,但在AI的推波助拦下,人形机器人走向另个阶段的发展。 特斯拉透过神经网路与全自动辅助驾驶,FSD,晶片训练人形机器人Optimus, 并利用电脑使用2D镜头,手部触觉与力度感测器运行。 Optimus二代2024年7月在上海世界人工智慧大会,WAIC,正式亮相。 Optimus可以搬运电池,拿鸡蛋,预计2025年限量生产千个机器人部署在自家工厂, 协助人类执行生产线上各项工作。 马斯克预期,全球市场将有高达每年10亿单位的人形机器人需求, 特斯拉照目前脚步,会占至少10%比例。 特斯拉机器人制作成本约1万美元,售价预测是2万美元, 以两者换算,等于1兆美元获利。 机器人将给特斯拉巨大市场价值,市值会比现在最有价值公司高10倍。 高盛2024年上吊了对人形机器人的预估, 将一年前预期2035年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约60亿美元, 上调至380亿美元,较原先的估值高出了于4倍。 技术的进展,加上少子化,人力短缺, 以及对机器人替代危险工作的希望, 人形机器人领域处于新的飞快成长阶段。 从Electro, Asimov, Atlas Out Optimus走的路都没有白走, 我们正一步步走向小时候科幻世界那个机器人环绕的未来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